我们有个小礼物 我给您送的把扇子 谢谢 这是一个结算员 巴黎是一集流动的盛宴 这是海明威的 有一个小说里面的一个章节 流动的盛宴 你们就是流动的盛宴 谢谢 你们把宝国人的心抓住了 这句话真的打到我们心里了 太好了 谢谢您 这个不是我收 我代表中餐厅一起收 好 好不好 我会把它交给节目组 然后永久收藏的 谢谢 谢谢您 太感谢您了 中华有一座贡献 没有 把我们弘扬我们中洲的文化 没有 是节目不是我了 下您出镜 这是我们赠送的一个小礼物 我对 真的 我太不好意思了 这是 你们给你们写写写 这是中国的蝸蝸 好 好 我给你们两个人 一人一个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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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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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剧 哇 嗨 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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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 Have a nice day 谢谢 247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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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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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 好了我们可以做晚饭了 你个高刷完肯定很累 还行还行 还行 就我这样我的 我都累 好了吗这个 好多了 呃 呃 这个是蒜香排骨 茶香 茶香排骨 好来吃饭了 上菜了 哇 太丰盛了 太丰盛了 好丰盛了 好丰盛了 我实在太爱吃这种东西了 我实在太爱吃这种东西了 今天一号猪跟二号猪吃了多少钱 十九人 我最好奇 一个三百多 一个两百多 两百多 那些小朋友喜欢猩猩 喜欢的呢 对啊 这很可爱 你看他们给我们画了那么多画 是我们服务一百分什么的 那个鸡今天被爆垮 所以那个鸡现在叫什么 就是去骨玩之后又不用咳 荷叶蒸鸡 荷叶蒸鸡 因为今天我在菜单上看到了四种名字 鸡 蒸鸡 大盘鸡叫画鸡 大盘鸡 大盘鸡是你写的 我忘了它叫什么鸡 我只是想到它是一个大盘 我就写了个大盘 我给你解释一下 它为啥写大盘鸡啊 它一定很想吃 想吃 是 它尤其是里面那个裤带面 这个人啊 就如你脑里别想什么 就不自觉地写出来 确实是人呼啦一下全上了 真的是脑子不够实 我已经不 我晕到我不知道我今天做了什么事 犯了什么错 做对了什么事 好 我帮你复盘一下 我简单地说两小点就是 希望前台点单的同事们 写单的时候能尽量地规整一点 因为今天有一个就是青花词 它简写成青花 然后它那个花呢写得不太清楚 就会被看成青豆 还有个就是尽量写得完整一点 因为今天有前菜里面有一个虾球 一个虾卷 如果写了虾的话 那确实是不知道是什么 这也是个问题 就是如果一定要出新菜的话 那个出新菜的人 要在群里at每一个人 就是说你得通知到位 因为像严姐她昨天说 说了是要什么成香 什么什么豆 什么虾球什么的 其实在前面的人也不知道名字 然后呢也不知道卖多少钱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导致是我们在随便 就在后面订了价 尤其是这两样菜都叫虾 因为我们不会外语 我们只能介绍虾 虾球 虾卷 在外国人听来都是虾 都没什么区别 我们很难去给它解释的 非常非常清楚 在没有图片的情况下 没事 今天整体还是很好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今天不是来了一个 中国汉文化协会的一个会长吗 嗨 小明哥 嗨 来新朋友了 店长 你好 我是法国博演汉章传统研习会的会长 然后我是协助你们组织一个中华文化游园会 您先坐 咱们先聊一下 所以你是有方案给我 是不是 我们学会是以汉服汉文化为特色的 首先我们这有汉服诗专房 我们会按你这个原则的大小 我们就准备25套不同身高的汉服 然后书法类的话有这个书法体验 然后还有一类就是手工类减齿 西扇还会有一个古典舞表演 然后它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报价 给我们一个打包价格 这样吧 那么我们就少派人 主要用你们的人 那我们也可以降下来 一千万就可以打住 OK 我跟他商量了一下 因为我们做这种事情不能为了挣钱 我们得是为了推广中国的这种汉文化 但是我们也不能赔钱 因为他那一个单子下来 他们要挣钱 是一千块欧元 一千块欧元 一件 谁一千块欧元 不是 就是他提供给我们一些人跳舞 然后还有穿上汉服的模特 在那站着给人拍照 我们真的很像在玩小游戏 金银类的 然后呢 那我们得收门票啊 我跟你想到一起了 我说这样子 我们既然是公益的 我们象征性的收门票十块钱 你进来可以玩全套 比如说汉服展示 提供客人一些汉服 帮他们打扮一下 用来拍照片 这不错 然后书法展示 他们会弄一个特别大的卷轴在中间 然后会写书法 真的好厉害啊 还有七扇减纸 可以提供给游客体验 然后这个十块钱 我们的门票里边附带一个扇子 可以可以 可以 我们几个人也要穿那个汉服是吗 你想穿 他好想穿 他好想穿 我跟你说 他谁想穿 他今天上去舞扇子 我就觉得他有这个表演欲 这是中国的大厨 林氏菲先生 哎呀 哎呀 走一圈 哈哈 要保着心里话说出来 乃琳师傅 我们那有皇帝装太子装 或者火房师傅装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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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是不是你说老婆你 哎 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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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汉服美女 你看你要不要选汉服美女 汉服美女 哎 你要是穿那个汉服美女 就可以画一个余淑欣仿妆了 哦 余淑欣仿妆 哎呀 哎 哎 这些把我们所有人画成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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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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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此雍容华贵吗 你们不装饭吗 不是都装饭吗 不是 这好看啊 问题是 母后 那你今天打扮的真是好看 你今天这个太皇后装了 对啊 像那个母艺天下的 但是很好 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 是的 今天要做饮品和甜品 小小小送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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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火 这个火 要么大又么小 这些是油园会要卖的吗 这些可以端走来 端哪里去 淘汰的 淘汰的 对 是锅是火的 这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这样子才好看 就是样子没有那么好看 这些是他们淘汰下来的 试验瓶 淘汰的 我觉得很完美了 但是他说这些要淘汰的 这边的好看 江年做饭真费面 这会是更好看的 是的 均匀 对 是不是你整点喝的 可以 你这小妆画搞得可以 哇 好紧 宁大高 宁大高高 我来说 小雯 从现在开始管大厨叫琳德 琳德为什么 琳大厨 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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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别别别 别别 大主 该忙了 该忙了 别忙了 别唱了 别唱了 胡卫天厉害的是他还唱的是上个声音啊 还有抖音 哥哥的那个深情 其实你还可以的啊 是一个比较深情的人 他是一个比较深情的人吧 一看你就是个比较深情的蓝人啊 蓝人啊 哎呀 蓝人 你是深情的蓝人 蓝人 真蓝啊 深情蓝人 像一半只飞过 哎 舒芹来了吗 没 她在上面整大活呢 哦 哈喽哈喽 你好啊 今天完全不一样啊 好漂亮 会长 来 我们半年都来了 辛苦了 哎呀 我天呐 哎呦 太美了 这是外国姑娘 哦 好厉害 那咱们现在想一下 要摆多少张桌子在哪个地方摆 我们都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怎么摆放 对 你们那个汉服体验房 想要放在哪里 汉服体验房放到这儿吧 这一块地方全是用来做汉服体验房 好 那我们把汉服体验房放在这里 客人一进来 先穿上衣服 对对对对 然后再过来体验这个书法 然后长卷你要不要 我给你摆几张桌子在外边 横着这样子写 它书法已经有桌子了 我建议你就放在绿地上好了 因为你放绿地上也不是不能写 那有点是在这儿了 对 好 那就这么定了 那我们现在去推东西 那大家一起推 是不是 对对对 大家先出来帮忙搬一下东西 好 好嘞 小文外面还有东西吗 没了 基本上空了 放在这儿 好 桌子都搬出来了 谢谢 不客气 好了 可以了 你会写吗 我一点点了 老师你教我写一个什么 我教你写 比如说你可以写一个 写一个帅子 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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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了我一辈子的字 我帮您拿两张凳子过来吧 好的 谢谢 老师有凳子 这儿是吧 没事 太好了 我的动作了 你们都是学生吗 没有 我在这儿搭了很多时间 那你们是业余时间过来歌手做 我们热爱 是中国的文化 但是我们 我们都是 要常认识的一些 都 就是积极推广汉文化 对不对 大家没事的去办一下 好的 给自己办一个汉服装 好的 这个也是那种潮服吗 那你也可以穿 这个感觉挺大的 好的 那我就这个 这样穿我们大家都穿汉服了 可以 可以 可能粉色还是很适合你的 要跪下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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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穿上了 好看 好看 但是我换上这个衣服之后 我就不太想干活了 我觉得我高贵 就是 不应该干活 主打一个 跪下 跪下 哎 一会儿你跟林大厨面对面 跪下 跪下 小威子 哈哈哈 这件可以啊 来吧 我穿这件吧 可以吗 可以 肤子太大 没有 你那么瘦 这超级适合你 是吗 非常非常适合 谢谢 谢谢 哦 这多像皇上啊 你穿这衣服我都不自觉的想要磕头了 对啊 来 待会咱给他磕一个 磕一个万岁万岁 过让他过一把皇帝赢 对 黄将军 在 此战为何失败 我怎么可以占用了皇帝的威风呢 此战当然需要皇帝亲自出马才能占赢啊 是吧皇上 来呀 压下去 发派到法国 巴黎 你穿这个不怪啊 不怪吗 不怪 这感觉很差 这帽子什么意思呢 说明什么 这是什么的帽子啊 当官的吗 还是 通常的时候 都可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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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仙女啊 我叫小兰花是个仙女 我不是少药 不是月姐 我是私命店小兰花 下来了 下来帮忙啦